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y Money 这一节是保性证券突日的小炒仓 很荣幸今天继续有过千位观众 支持我们 包括YouTube和Facebook的朋友 都未计算优好 因为很多朋友说 原来他们要在内地上班 他们都会想优好支持 之前因为两会期间 没有直播 现在已经一切完整了 欢迎大家继续在YouCrew 可以支持我们Tasty Money 现在市况方面是有点反复的 今早你见到 现在跌着288点 刚才以为会认定一点 还未是 24301点的位置 欢迎大家分享我们Tasty Money Facebook 如果大家分享之后 问问题会优先处理 刚才回答了十几位朋友 继续 今天我们的小炒仓有陆永 陆永 早晨 心恩 你好 是 早晨 陆永 市今天真是不幸 你来的时候 就有点偏远一点 因为昨晚美股 就跌得比较多一点 之前我记得上周和陆永谈 联署局议息会议 陆永之后就说 可能市场没什么移动 我记得你说不变的 因为很记得当天 一个嘉宾就看淡 一个看好 陆永说不变 去赌球就对了 三只都被你埋伤了 现在市场在这个水平 你自己怎样看呢 其实 其实这几天 我自己觉得 美图那些北水之前炒开的股票 就散了水了 我觉得那些人会开始买一些有资产的股票 例如之前恒几春 你见他最近都很强势 重新是一些 就好像之前 麒良讲开 就说一些香港重资产的股票 都会看好直接 因为那些人都不知道买什么 到最后买一些钱又多 那便买一些 即是姜姜公司本身 是有实资产的股票 是的 嗯嗯嗯嗯 喂 那你上次是不是新地之后 不服气现在买恒地 还是不是看恒地 究竟 陆永 是的 那我今次 就是摆在一个仓上 可能摆在一只71 美丽华酒店 是 李嘉诚不管了一只 在美丽华酒店 即是儿子李嘉诚 徐子徐老公 可能你说这个会清晰一点 是的 那摆这只的原因 都是 就是看回它 呃 其实刚刚出了业势 都还可以了 那其实有个 几特别的点是想说的 就是这只股票 那其实你看回这只股票 其实现在市值只有100亿左右 嗯嗯嗯 其实如果大家指导一些 如果看它最新的议值 第一次议值它这次有说 原来它公司的本书 是账面其实是150亿 但其实它没有算 其实计算酒店公司可能是300亿 那其实是超级折量的 再加上之前可以同警会收购李丽华 酒店旁边的那家香氛大厦 如果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是两个 对它温那么大 它在摘沙咀那里 那这家座 如果有重组的消息可以公布的话 都可以差一转 哦 OK 71号很冷闻 就是跟香港小轮一样 50号那么冷闻 说真的 美丽华酒店 是不是看着厄仔 看看会不会有些发围的情况呢 通常现在去到第二代胶棒 就会比较积极一点 美丽华酒店现在是16.26 但只有一单成胶 就相当之薄弱 那个成交方面 会不会 叫大家可能这个都不要买那么多 就是怕走不掉 或者是买不得多呢 这个就 其实这个就真的不怕 因为其实这个 其实它 它那幢大厦 其实就这样计算 它的美丽华商场 和上面的office 都值150亿 美丽的现金 它就好像是有60亿现金 那么再加上它那个150亿 那那也就210亿了 那再加上酒店 它在湾仔 铜锣湾 和尖沙咀有三间酒店 那你加上那三间酒店 那里都100亿了 那你加上都整 那里都整310亿了 那你加上一起 我觉得这些股票 就算是跌市来说 那个 都是有价值家里 那么店他们还再买多一点 我觉得这些 这些 啊 remains 又会出来 自己买回回回 帐戈 他返回它之前 都是出来帐戈的 那么我这日就不是很害怕 你说idade上性价辙 我不夠成交量這個問題 好啊 那你放在小炒倉買多少啊 陸詠 我會買之前 沽了一隻1341 將現在的現金買 全數 帶下去 是的 是的 大約五萬多元 還是 好啊 好啊 五萬多元的錢買一隻71美麗華酒店 現在站在16.28 有粉絲跟了三個 十六個兩毛八 先升兩仙 另外有些問題都要問一問你 有些人 其實你已經沽了一隻1341 但有些聽眾或者觀眾其實就未走 他問你 要不需要走了 我就不持續了 因為那時候是有少許薄 他像1367的GO員 是的 是的 會炒的 誰知道他又沒有炒 我覺得這些股票 很正路的做GO 但GO完之後怎麼走 如果他不踢他上去的話 那也無謂跟他慢慢在這裡 磨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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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等他有沒有財管的消息 是的 是的 還未走的 好 他很簡單說 在等著 859他又在等著 沒甚麼怎樣處理 即是他覺得還有機會 答了兩位朋友 1341和859自己執生 今天跟陸永談到這裡 多謝陸永的意見 下個禮拜再跟陸永聊天 好 這個時間就提提大家 大家如果未有戶口 或者沒有甚麼短炒戶口 歡迎大家去到保性證券開戶 因為港股的交易佣金是3.88 我私底下就問了 之前就說他6月30日之前 申請 因為我們Tasty Money 或者小炒王 你說認識 那就會3.88 如果你說不認識就不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踢回 透過我們的節目 去開戶 上網開戶就行了 而且不是20萬 20萬可以設定給一些嘉賓玩 如果設定1、2萬 我怕他們玩不到 所以其實1、2萬都可以開戶 1萬的其實你寄張支票 回去保性都可以開戶 網上都可以開戶 我會叫小編 發個連結給大家 方便大家開戶 因為很多朋友問 我怕你們問完 我又不通不答甚麼 所以就會解答大家 小編就說他過去幾個月 都是花了幾個水 那個交易徵費 他覺得都挺划算 提醒大家 今天1639安捷利 已經去到8號3指 恭喜你 繼續賣進我第二個目標 大約是8號7指 如果是我 讓我看看 1639安捷利 如果是我 第二柱何時吃 我想可能8號半 8號6 這些我都會吃 那個位置都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讓我找回 8號6 8號半 8號6 先排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 已經8號4了 那就可以吃得了 如果是 歡迎大家吃壺 真是 記住下車 之後再玩過 另外 再回答一隻昂納科技 877 我自己昨天在6.7號半加了 因為我一直漏了條筋 然後我都說這隻科技我就不走 即使那天1357這樣倒下來 我都沒有走 我寧願走完聯中 6899 我都不會走 就是877 我在6.7號半加了第二柱 現在877昂納科技 在6.9號半這些位置 如果之前大家是買了的話 我歡迎大家繼續持有 上次去過7元樓上的位置 我就說我目標是7元 它去到7.3 我自己會覺得它會再升穿那個位置 所以我自己在6.7號半加了 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報告 有沒有機會可以再加 有沒有夠不夠錢 因為我現在每天說得最多一句 沒有錢用 所以就一定是不夠錢 而市場也挺恐怖 有跌回300點 307點 歡迎大家可以跌300點 都繼續有那麼多朋友支持 大家都賭勝很強 24287點 成交394億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有雷神 因為剛才有朋友 想問牛仔究竟有甚麼選擇 當然是找雷神 稍後回來談